大家好,欢迎收看韩国历史简本,这是我们从简本出版社获得的独家授权。 作者,雅各布·布莱克伍德。 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连结购买此书。 介绍 韩国的历史令人着迷,丰富多样的过去塑造了其现代身份。 从古老的起源到当今复杂的政治和文化,这个国家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要讲。 本书旨在探索韩国历史上从史前时代到现在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通过这种探索,读者将对这个国家的过去和人民有了新的认识,并了解了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塑造了这个国家的各个民族和大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1.简介 韩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而迷人的历史。 韩国有著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包括入侵、占领和内战,几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并已成为21世纪的主要经济大国。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韩国及其人民从古至今的故事。 我们将看看韩国早期的王国和王朝,动荡的20世纪,以及它向现代国家的转变。 2.韩国概况 韩国是位于东亚的一个小半岛,与朝鲜、中国和日本接壤。 它是该地区最繁荣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拥有近5200万人口。 韩国悠久而复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并受到邻国的强烈影响。 韩国地区已知最早的文化是木门淘气时代和五条善王国。 木门波特时期是一个先进的工具制造和淘气生产的时期,从西元前1500年持续到西元前300年。 五条善王国成立于西元前2333年,是该地区的第一个王国。 它由几个不同的朝代统治,直到西元四世纪被中国汉朝征服。 在统一新罗时期,西元668-935年,韩国经历了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 佛教、儒教和道教在这一时期也很流行。 在十世纪后期,韩国分为三个独立的王国——高黎、百计和新罗。 在此期间,高黎王朝,西元918-1392年,统一了韩国并在科学、文学和艺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十四世纪后期,朝鲜王朝、西元1392这1910年,成立并持续到1910年。 在此期间,该国经历了一段与其他国家隔绝的时期,基本上与外界隔绝。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儒家思想,这是政府和社会的基础。 1910年,日本吞并了韩国,导致日本在该国进行了殖民统治。 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1945年,当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韩国被解放。 1948年,韩国宣布独立,大韩民国成立。 从那时起,韩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现在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三,历史背景。 韩国是一个位于东亚的山区小国,与中国和北韩接壤。 虽然,它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它经历了和平与动荡时期,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三经岛时期,西元前57年西元668年,标志著韩国有记载的历史的开始。 在此期间,高距离王国、百计王国和新罗王国争夺半岛的控制权。 西元668年,新罗统一了半岛,迎来了统一新罗,西元668-935年。 在高黎王朝,西元918-1392年,佛教被采纳为国教,韩语得到了发展。 在朝鲜王朝,西元1392-1897年,卢家思想被采纳为国家意识形态,并进行了改革以加强官僚机构和发展军队。 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日本统治半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半岛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朝鲜和韩国。 朝鲜战争,1950-1953,随之而来,导致僵局,将半岛沿38度线分开。 韩国在朝鲜战争后的军事、统治时期,经历了经济增长和政治镇压的时期。 然而,在1987年,该国举行了第一次自由总统选举,并开始了被称为汉江奇迹的民主化和经济增长时期。 今天,韩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也是东亚的主要经济体。 它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将韩国传统元素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响融为一体。 然而,其动荡的过去遗留下来,它与朝鲜的关系仍然是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根源。 4.史前韩国 韩国有著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朝鲜半岛已知最早的居民是匈奴采集者,他们住在窑洞里,以狩猎和采集卫生。 这些早期居民被称为五条扇,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国家。 五条扇文化在西元前十世纪左右发展起来,并在西元前四世纪左右达到鼎盛时期。 在此期间,五条扇拥有先进的经济、文化和技术,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其鼎盛时期,五条扇王国横跨整个朝鲜半岛以及满洲和中国的部分地区。 不幸的是,到西元前二世纪,五条扇王国由于内部冲突和外部入侵而衰弱。 它最终分裂成几个较小的部落,导致了三国时期的出现。 三国时期,三个主要国家争夺半岛的权力和控制权,高勾力、百计和兴罗。 高勾力是一个强大的王国,控制住半岛的北部,而百计和兴罗则控制住南部和东部。 这三个王国争夺权力,但他们最终在西元七世纪在兴罗统治下统一。 在这段统一时期,朝鲜半岛被称为大韩帝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见证了佛教的扩张、书写系统的发展以及充满活力的文化的出现。 大韩帝国最终被13世纪的蒙古入侵所征服。 在此事件之后,北韩一直由朝鲜王朝统治,直到19世纪末。 朝鲜王朝见证了一个强大的儒家,影响政府的发展和强大的韩国身份的出现。 在现代,韩国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繁荣的国家。 韩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化国家之一。 韩国也已成为东亚重要的文化中心,以其充满活力的音乐和娱乐业而闻名。 五、史前文化 韩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 在整个朝鲜半岛都发现了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证据,如陶器、石器和墓地。 这一时期的考古遗迹,在包括韩国冀州岛在内的许多地方被发现。 韩国已至最早的人类遗骸是在首尔西部发现的,可以追溯到大约50万年前。 这一时期的其他遗骸在朝鲜半岛南部被发现。 五条扇或旧朝鲜,王国被认为成立于西元前2333年,被认为是韩国第一个国家。 五条扇王国横跨整个朝鲜Peninsula,由传说中的谈军统治。 到西元前四世纪,今天的韩国地区已经分为几个王国。 其中包括高距离、百计、辛罗和茄烟。 高距离位于朝鲜Peninsula的北部,是这些王国中最大和最强大的王国。 到七世纪,辛罗已成为该地区的主导王国。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辛罗被高黎王朝取代,一直持续到1392年。 在高黎王朝统治下,韩国经历了文化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这包括西元1234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活字印刷机。 在此期间,佛教也被引入半岛。 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该国正式更名为朝鲜。 朝鲜王朝一直持续到1910年。 在此期间,儒家和新儒家成为韩国的主要哲学。 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直到1945年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 在此期间,许多韩国文化和政治领导人受到迫害,韩语被禁止。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分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 韩国于1948年宣布独立,从那时起,韩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繁荣的民主国家。 六古代王国。 韩国有著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朝鲜半岛已知最早的居民,是早在西元前一万年,就居住在该地区的匈奴采集者。 该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王国是五条扇, 由传奇人物谭军于西元前2333年建立。 这个王国一直持续到西元前108年,当时,他被中国汉王征服。 三国时期,西元前57年西元676年,见证了该地区三个强大王国的崛起。 兴罗,高距离和百计。 这些王国将成为该地区第一个真正的统一国家。 兴罗最终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国家。 在此期间,佛教被引入该地区,并在当时的文化和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统一兴罗王国,西元668至935年,是该地区最强大的王国, 其首都庆州是主要的文化和社会中心。 王国将引入儒家思想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建造许多佛教寺庙和纪念碑。 高黎王朝,西元918-1392年,是韩国历史上的下一个主要时期。 这个王朝见证了新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国家意识形态的采用, 以及强大的军事和官僚机构的发展。 在此期间,王国也看到了文化的蓬勃发展, 引入了印刷术和世界上第一个金属字体的创造。 朝鲜王朝,西元1392至1910年,跟随高黎王朝, 被认为是韩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 在此期间,王国在文学、艺术和建筑方面取得了重大发展。 他还引入了以新儒家为基础的政府制度, 该制度在日本占领期间一直持续使用,直到现代。 日本占领时期,西元1910至1945年,是韩国历史的黑暗时期, 日本人试图压制韩国文化和语言。 尽管如此,韩国文化的许多方面继续存在, 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情绪重新抬头。 战后时期,1945年至今, 见证了大韩民国的建立和日本统治的结束。 这一时期, 见证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以及韩国作为主要国际参与者的崛起。 韩国也是亚洲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 也是技术和设计领域的领导者。 韩国的历史 韩国有著悠久而丰富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现在的韩国地区最初居住驻受列彩集者, 他们在汉江和洛东河沿岸建立了村庄。 正是在这一时期, 韩国建立了第一批国家, 如五条扇和高沟利。 在七世纪, 新罗统一了韩国的三大王国, 五条扇、百计和高距离。 统一国家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和发展的时期, 后来被称为统一新罗王国。 结果, 佛教和儒教被引入半岛, 韩国文化和传统开始蓬勃发展。 十 世纪后期, 高黎王朝上台, 再次统一了朝鲜半岛。 在此期间, 随着书面语言, 韩国建筑和艺术的发展, 建立了成文的法律体系。 十三世纪, 蒙古帝国入侵朝鲜半岛。 十五世纪, 朝鲜王朝控制了朝鲜半岛。 在此期间, 新儒家思想被采纳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 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在十九世纪, 朝鲜一直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战争结束时, 半岛分为朝鲜和韩国, 为朝鲜战争奠定了基础。 战后, 韩国经历了一段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时期, 通常被称为汉江奇迹。 这一增长时期, 使韩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之一, 非常重视技术、文化和艺术。 今天, 韩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繁荣的国家, 也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 七点三国时期 韩国的三国时期始于四世纪后期, 其特点是政治动荡时期, 三个强大的王国、高距离、百计和兴罗。 三国为争夺半岛的控制权而战了近六百年, 直到七世纪末, 兴罗成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三国是由拥有国王头衔的国王建立的。 高跡离是王国中最将大和最强大的, 占据了半岛的北部。 百计控制了西南部, 而兴罗控制了东南部地区。 三国 初期的特点是三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 以扩大领土和势力。 高跡离最初是主导力量, 但随着百计和兴罗实力的增长, 它最终被削弱。 六世纪, 百计与兴罗结盟, 在一系列战争中击败了高跡离。 七世纪末, 兴罗成为三国中最强大的国家, 并开始巩固其权力。 它在670年击败了百计, 并控制了半岛的西南部。 676年, 兴罗击败高距离, 将整个半岛统一再其统治之下。 半岛的统一标志 驻统一兴罗时代的开始, 一直持续到十世纪末。 在此期间, 兴罗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王国, 被认为是该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它还建立了公立学校系统, 发展了公务员制度, 并建立了统一的法律体系。 韩国三国时期给国家和人民留下了持久的遗产。 正是在这一时期, 韩国语言和文化得到了发展, 并为现代韩国国家奠定了基础。 八、高距离 高距离也被称为高距离, 是韩国三国之一, 存在于西元前37年这西元668年。 它位于今天的满洲里和朝鲜半岛的北部。 在其存在期间, 高高历是东亚最降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高距离王国最初由一位名叫朱蒙的领袖于西元前37年建立, 据说他是天空之神的后裔。 朱蒙统一了满洲里和朝鲜半岛的各个部落, 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 他还在幻岛建立了首都, 并宣布自己为国王。 高距离在朱蒙的统治下繁荣昌盛, 将其领土扩展到满洲和中国北部的部分地区。 到西元四世纪, 高高历已成为东亚的主要统治者, 甚至挑战中国唐朝对朝先半岛的控制权。 高距离还拥有强大的军队, 这有助于他击退来自中国的无数入侵。 这些入侵中最著名的是在西元645年, 当时一个30万的中国人被只有3万的高高历军队击败。 高距离最终在西元668年衰落, 经过内部冲突以及星罗和百计王国崛起造成的长期衰落。 高高历王国以独特的文化, 语言和艺术的形式留下了重要的蚂蚁遗产。 9.百计 韩国的古老历史深深植根于百计王国, 西元前18年西元660年。 百计是一个主要王国, 位于朝鲜盆宾拉的西南部地区。 它是该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王国, 也是朝鲜三国中最强大的王国。 百计由安祖国王建立, 它领导马汉邦连的人名, 马汉邦连是西元前一世纪初定居在朝鲜半岛汉江流域的一群部落。 在安祖王的统治下, 百计崛起成为一个强大的王国, 并与临近的中国高距离王国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此外, 百计是这一时期佛教的主要中心, 在将佛教引入日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百计时代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 西元5世纪初, 百计遭到中国禁国的进攻, 面临重大挑战, 它决心征服朝鲜半岛。 虽然百计能够击退进攻并保持独立, 但最终在西元660年被新罗王国征服。 百计的沦陷标志著北韩三国时代的结束。 尽管百计存在的时间很短, 但它在韩国留下了持久的遗产。 这个王国以其先进的文化和艺术而闻名, 它的许多成就惊天仍然可以在韩国看到。 百计还塑造了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的独特文化, 其影响体现在当地方言、 习俗和传统艺术中。 十、新罗 新罗是韩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 始于七世季末, 一直持续到十世季末。 它的特点是新罗王朝的出现, 统一了朝鲜半岛, 迎来了繁荣和文化的时期。 新罗王国最初是朝鲜半岛东南部的一个松散的城邦联盟。 在我身上, 它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 最终控制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在其鼎盛时期, 新罗王国包括整个朝鲜半岛和满洲部分地区。 新罗王朝以其文化和艺术而闻名。 佛教艺术和建筑技术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 新罗淘气、 金属制品和精湛工艺举是闻名。 此外, 新罗王朝负责引入统一的书写系统, 并建造大型宫殿、 寺庙和陵墓。 这些文化成就, 至今仍令人钦佩。 在政治上, 新罗王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 它有一个复杂的政府系统, 由地区部门、 议会和皇家法院组成。 新罗的首都位于庆州, 庆州仍然是韩国的主要文化中心。 到时世季末, 由于内部冲突和来自邻国的外部压力, 新罗王朝开始衰落。 935年, 王国被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 伊西哥拉伊亚王朝推翻。 尽管衰落, 新罗王朝留下了持久的遗产, 至今仍在塑造韩国的文化、 艺术和政治。 11, 统一新罗。 统一新罗时期, 668-935, 是朝鲜半岛统义和繁荣的时期。 在此期间, 三个朝鲜王国, 高距离, 百计和新罗, 统一组成统一新罗王国, 这是第一个统一的朝鲜国家。 新罗王国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 在668年之前一直是三个王国中最弱的, 直到668年, 他开始在高距离和百计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新罗王朝能够获得重要的佛教和中国人物的支持, 他们将提供统一半岛所需的政治和军事援助。 统一新罗是一个繁荣时期, 持续了近300年。 在此期间, 王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并能够维持国内外和平。 此外, 统一新罗是一个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时期, 引入了孔福斯主义, 并建立了强大的商业网路, 使中国、 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商品和思想交流成为可能。 统一新罗时期于935年结束, 王国被高黎王朝推翻。 统一新罗时期虽然持续时间很短, 但在韩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为后来的朝鲜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2. 政治制度 自1948年韩国建国以来, 韩国的政治制度一直在发展。 它是一个民主共和国, 总统是国家元首, 立法机构一院制。 韩国宪法于1948年起草, 此后经过多次修订。 它是国家的基本法, 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 它包括保护人权和少数群体权力的规定。 政府的行政部门由总统领导, 总统由选举产生, 任期五年。 总统负责制定政府的方向和政策。 总理由总统任命, 担任政府首脑, 负责日常行政管理。 立法部门, 是一个单机位国民议会, 由299名当选成员组成, 任期四年。 司法部门由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组成。 最高法院是该国的最高法院, 负责解释宪法和法律。 它还负责审理涉及公民权利的案件, 解决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争端。 韩国实行多党制, 及各政党身家全国选举。 最具影响力的是民主党和自由韩国党。 韩国的政治制度经常被描述为民主独裁, 反映了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政府对媒体和社会其他部门有很强的控制。 这一直是韩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 因为一些人认为政府的控制水准太高了。 然而, 韩国近年来在增加政治自由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十三宗教与文化 韩国有著悠久而丰富的宗教、传统历史。 自三国时期,西元前57年西元668年以来, 佛教和儒教一直是该国的主要宗教。 虽然佛教是在四世纪引入的, 但儒教在统一新罗时期668-935成为主要宗教。 在此期间, 儒家思想被采纳为国家意识形态, 并在社会中传播。 今天, 韩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世俗社会, 大多属人口是非宗教人士。 然而, 佛教和儒家在中国仍然受到强烈的影响。 佛教主要由教老的基因配给实践, 主要集中在首尔、大田和大丘等城市。 儒家思想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中都得到了更广泛的实践, 可以从社会的结构方式和人们之间的互动方式中看出。 除了佛教和儒教, 韩国还有悠久的萨满教传统, 在农村地区仍然实行。 萨满教是一种精神实践, 它基于对自然界中存在精神力量的信念。 在文化方面, South Korea以其充满活力和活力的音乐和舞蹈场景而闻名。 K-pop、嘻哈和电子乐等流行流派是该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国还以其传统艺术和手工艺而闻名, 例如淘气和手写。 在美食方面, 韩国以其多样化的菜肴而闻名, 从传统新奇到现代融合美食。 韩国人也以对辛辣食物的热爱以及独特而美味的街头食品而闻名。 韩国的历史 韩国拥有跨越几个世纪的丰富文化、 艺术和政治历史, 并将该国塑造成今天充满活力和活力的国家。 韩国历史悠久, 从西元前一世纪的Korea三国开始, 最终在西元七世纪统一成一个单一的韩国国家。 纵观其历史, 朝鲜人民一直受到中国人的影响, 最近也受到日本人的影响。 1910年, 朝鲜被JAPAN吞并, 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45年的日本殖民时期。 在此期间, 韩国文化和语言受到压制, 因为日本试图抹去其韩国身份并将其同化为自己的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1945年, Korea在北纬38度线分为南北两部分, 苏联占领北半部, 美国占领南半部。 1948年, 两个独立的政府成立, 朝鲜两半之间开始内战。 1950年, 朝鲜军队入侵韩国, 开始了朝鲜战争。 战争持续了三年, 并于1953年以停火协议结束。 战后, 韩国满目疮痍, 需要经济发展。 在朴正熙总统的领导下, 该国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和经济改革计划, 最终导致了该国显著的经济成功。 此后, 韩国已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之一, 也是技术创新的引领者。 1987年, 韩国举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 开创了民主和人权的新时代。 今天, 韩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家, 在许多领域都处于地区领先地位。 韩国也是国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 拥有丰富的文化景点, 自然美景和美食。 十四, 高黎王朝 高黎王朝是一个朝鲜王国, 统治时间为918年至1392年, 它是由统一北韩后三国的强大将军王贤创立的。 该王国以其在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巨大成就 以及与中国和日本的牢固外交关系而闻名。 高黎王朝的特点是巨大的生态学和文化发展, 以及技术的进步。 高黎是第一个使用活字印刷机的朝鲜王国, 该印刷机用于生产大藏经, 这是用八万一千多块木块雕刻的佛教经文的集合。 高黎还开发了先进的绘画和陶瓷技术, 以及天文学和数学。 高黎也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国, 拥有强大的君主制政府。 这个政府是基于一个公务员役考试制度, 允许合格的人担任政府职务。 在高黎王朝统治期间, 韩国的法律制度取得了进步, 并出现了独特的韩国文化。 14世纪初, 高黎王朝被朝鲜王朝取代, 朝鲜王朝统治到19世纪末。 15扩张和冲突 韩国的历史复杂而迷人。 这是一个扩张和冲突的故事, 有着悠久的文化和政治成长历史。 西元前四世纪, 兴罗王国统依了朝鲜半岛。 在此期间, 佛教被引入, 儒家思想被采纳为国家意识形态。 正是在这一时期, 韩国开始扩张, 与临近的高距离和百计王国相提并论。 兴罗的统治一直持续到西元十世纪, 当时他被高黎王朝取代。 高黎王朝给北韩带来了一段繁荣时期。 在此期间, 王国采用了许多中国习俗和制度, 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正是在这一时期, 朝鲜语和书写系统得到了发展。 1392年, 朝鲜王朝建立。 这个新王朝以其强大的中央政府 以及对儒家思想的承诺而闻名。 在朝鲜王朝时期, 韩国变得越来越孤立, 避免与外国和文化接触。 在19世纪, 韩国被迫对外贸易开放并影响国家。 这对该国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时期, 因为它经历了外国入侵和内部叛乱。 1910年, 朝鲜被日本吞并, 直到1945年一直处于日本统治之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韩国经历了一段经济快速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时期。 韩国现在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伙伴。 16宗教改革与复兴。 韩国的改革和复兴始于19世纪末, 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这段历史标志著该国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 为韩国目前的许多成功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 朝鲜半岛掀起了一系列改革运动, 由朴安直、 徐在皮、 李永义等改革派领导。 这些改革者主张建立民主政府, 引进西方技术, 采用现代经济实践。 与此同时, 韩国开始通过采用基督教和佛教等外国宗教, 向外部影响开放。 这种对外界影响的开放还包括引入一种新的书写系统韩文, 该系统由失踪大地在15世纪开发。 1910年, 日本吞并了朝鲜半岛, 开始了殖民时期。 在此期间, Japan试图压制韩国文化和语言, 但韩国人能够创建新的组织和运动来争取他们的自由。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日本放弃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 朝鲜半岛分为南北两部分。 朝鲜战争于1950年爆发, 一直持续到1953年, 签署停战协定。 战后, 韩国通过其经济发展计划开始了改革和复兴, 被称为汉江奇迹。 该政策由朴正熙总统实施, 专注于韩国基础设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自1960年代以来, 韩国经历了巨大的增长和发展, 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和经济大国。 韩国也已成为文化和娱乐领域的领导者, 制作流行电影、K-pop音乐和电视节目。 韩国的改革和复兴是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其目前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结论。 总之, 韩国历史上经历了从经济欠发达, 国家到高度工业化, 世界领先的国家的巨大转变, 这一过程是由韩国人民的辛勤工作, 决心和任性推动的。 尽管历史动荡不安, 但今天的韩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和全球主要大国, 这证明料该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的经济和政治增长。 即使该国继续拥抱现代世界, 其文化和传统也仍然很强大。 韩国的未来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 谢谢您的收看。